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战三国实用分析第十期 今天我们就要分析介绍黄金势力的所有兵种了 由于附加鲜血效果的血包DLC 今日在STEMP发售 我会在交流群里提供总计三份的血包DLC抽奖 随机送给群内的粉丝 抽奖将在周日开始 预祝大家好运啦 进入正题 刚开始接触黄金势力的同学 可能会对他们的兵种招募条件充满疑问 因为普通势力武将可招募的高级兵种 基本都是根据五行颜色来区分的 黄金招兵的规律却并不看颜色 黄金势力每系都有六个不同定位的特殊兵种 除了初始自带的一个 剩下五个其实都是根据研究卷轴来决定的 如图所示 上排天系卷轴能解锁的兵种只有学士能招 中排人系卷轴解锁的兵种只有医士能招 而下排地系卷轴上的兵种是速将限定 唯一的例外是投时机 由人系卷轴解锁却仅限速将招募 不过由于投时机算是机器而不是士兵 所以就不在我们今天兵种的讨论范围里了 除了特殊兵种黄金当然也和普通势力一样有全系共通的低级兵种 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些低级兵开始介绍 因为兵种的数值和部队等级以及玩家设置的部队规模有关 为防混淆 今天节目中提到的能力数值都是一级部队在最大规模式的白板数值 全系共通的低级兵共有七种 三种农民兵 四种黄金兵 第一种农人战士 属于轻装近战兵 身上真是一点甲都没有 穿着平时夏天用的布衣 手上拿的武器是草叉和锄头 大家可不要小看草叉 玩过巫师系列的同学应该都知道他在农民手中时那恐怖的杀伤力 这一点在本游戏中也体现了出来 农人战士虽然士气和防御极低 但近战普通伤害居然有46 在黄金所有兵种中能排到第四名 可惜攻速低 破甲能力为零 兵牌上这个消耗送死的描述说明了农民兵完全就是官方定位的送死型兵种 相应的 他们最大的优点就是便宜了 能靠他们用人海战术来解决游戏的自动战斗 不过他们的士气和防御力都极低 手动战斗时很容易被敌人打跑 用来杀敌时一定要配合学士特有的送金团 或是能加士气的将领 以免过早溃散 下一个农民兵是农人毛兵 轻装无盾 一身不一 全都拿着捅人比真正的长矛还疼得竹干 脆是脆 破甲能力高达56 还拥有反制冲锋能力 不过依旧是送死型兵种 士气特别低 只要注意一下士气问题 这个破甲能力在游戏前期还是能轻松杀掉敌人的骑兵单位 甚至武将的 然后是农人攻守 不一攻兵 数据看着不好 但药量和杀伤率的不算高 不过考虑到极其便宜的价格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他们的招募和维护费都真心便宜 可以随时大量招入 属于前期的远程输出主力 送了一部心疼 然后是四种黄金兵 从价格和能力来看属于农民兵的加强版 黄金战士 新装剑盾兵 拿着原型藤甲盾 他们的近战回避能力不错 带有格党能力 只是攻击力比草叉战士低一点 因为有盾 能有效格党远程和近战攻击 是游戏早期常用的肉盾单位 当然剑兵和斧兵都是经不起骑兵冲锋的 所以面对骑兵时还是让毛兵上吧 黄金毛兵 中装毛盾兵 他们不但有盾 护甲也比农民毛兵高 不过防御上去了 攻击就下来了 迫甲能力比不过农民毛兵 作用呢 纯粹就是拿来把战线扛稳 前期的第一个扛线单位 黄金弓手 新装弓兵 身上终于穿了点护甲 他们面板上的士气 护甲和弹药量 都理所当然比农民弓手高一些 用法呢 和农民弓手一样 因为价格要比农民弓手贵 所以玩家们可以是自身需求来招募 黄金骑兵 中装剑盾棋 数据挺中庸的 和所有骑兵单位一样 是小型部队 也就是普通部队规模的四分之一 由于是游戏初期唯一能招的骑兵 所以杀敌方远程单位和冲击阵线的任务 就落在他们身上了 以上呢 就是全系人物都能招的低级兵种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学士的专有兵种 黄天使团 初期不需要研究即可招募 不带盾的青装近战兵 人手一把长得像马桶刷的单手锤 因为是青装嘛 自身防御力很低 不过大家能看到他们破甲伤害高 有疲劳抗性 还自带不亏能力 面板上写的这个难以控制 来自他们这个暴躁的能力 会不停指挥去自动攻击周围的敌人 属于狂战士型的兵种 攻击力是不错 游戏前期学士的最高输输兵种 但脆加上不受控制 很容易陷在敌群里死光 所以一般进入游戏中期后 我就不常用了 宋经团 拿着木头棒锤的近战兵 一直在守我足导的嚷嚷 看上去非常激动 但大家能看到他们其实毫无攻击力 各方面数值都低的不行 不过拥有鼓励能力 也就是在战斗中挥着大棒对友军念经 能给周围的友军加士气 还自带范围75米的光环神勇 增加友军的近战能力 游戏前期的学士都得带上一对宋经团 大量提高农民部队的实战时间 所以建议大家优先研究 不过由于游戏后期 许多高级兵种都自带不愧 加上将领也有士气光环之类的战绩 宋军团的存在意义就小了 没有必要再带着他浪费不取空间 真义军 轻装无盾的中型毛兵部队 人手一根长木棍 看起来有点武僧的感觉 迫奖能力和农民毛兵一样逆天的高 看来竹竿和棍子杀伤力是真强 不仅如此 真义冰的近战闪避高达60% 还自带免疫疲劳和不愧两大能力 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免疫疲劳是说部队完全不会疲劳 比一般的抗疲劳能力效果强很多 只可惜真义军因为轻装没盾 所以护甲很低也没法挡箭 总的说来真义军是骑兵杀手 重甲杀手 你打不跑他 而他能捅得你一身窟窿 如果真要说他们的缺点 那就是人数不多 还不防远程 所以要小心保护他们 免受敌方远程单位的重大伤害 神乌不带盾的轻装近战 身上到处挂着颜色鲜艳的饰品 和真义军一样也是个人数只有普通部队一半的中型部队 虽然因为人数少了禁不起敌人的骑兵冲锋 但神乌不但近战及远程闪避都相当高 还拥有高达122的奔跑冲锋能力 大家不要小看步兵的冲锋能力 冲锋高的步兵部队能在与敌方接触的第一波攻击里 打出可观的伤害 最重要的是 神乌身上自带惊吓和毒攻效果 也就是说不但能降低敌人士气 还能无视护甲对敌人造成持续性的伤害 实际中大家会发现 他们能很轻松的把敌人的步兵砍到崩溃 所以建议在部局里带上一队 专门负责清理敌方护甲高的步兵 效果会相当不错 神剑团 这是黄金势力的最强攻守 都戴着可爱的方帽子 射程要比一般弓箭手远25码 虽然破甲能力不如地系的硅甲弩兵未平均 自身防御力也差 但是射的那是真准啊 射击精度这东西可能是一个隐藏素质 从面板上看不出来 但谁在手动战斗中用过神剑团就知道了 剑剑穿新 简直是逆天的伤害输出 更何况他们弹药量大 作为远程单位来说 没有短板 当然相应的 他们会成为敌方骑兵的优先攻击对象 所以战斗中一定要保护好他们 不要被敌人的骑兵给收割了 五五军 中装的无盾剑兵 是双手持剑的二刀流 看起来就很有侠客风范 他们是黄金势力的顶级近战步兵之一 中型部队 普通近战的攻击力达到了80 全兵总理排第二 仅次于太平铁壁军 他们有激励能力 能给周围队友增加少量士气 他们近战及远程的闪避能力和神巫一样高 冲锋能力甚至比神巫更高 并且护甲值高于神巫 还能完全免疫疲劳 坎人很有效率 很适合带一两队在布局里 负责清理敌人的步兵 以上就是天系学士能招的所有特殊兵种了 到这里我们能看出天系兵种 大部分都有好用的辅助能力 有的增业我方 有的简易敌人 但没有适合扛线的兵种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人系的特殊兵种 离守军 新装的无盾剑兵 无需研究即可招募 他们也是双持武器 看起来和刚才天系的文武军很像 不过仔细看数值 就是个低配版的文武军 也没有任何特殊能力 但剩在游戏初期就能用 还是个大型部队 人多 早期呢 可以用来清敌人的各种近战步兵队伍 问题还是在于护甲地 以及没有盾 所以容易被弓箭射的死伤惨重 后期就没有什么必要用了 白波旧部 青装剑盾兵 白波军在历史上 是起源于西河地区的一股起义势力 由这位仁兄领导 不属于黄金主力 所以大家能看到 他们裹的头巾是白色 而不是黄色 看他们的数据呢 也就是黄金通用兵种 黄金战士的一个加强版 能力一般 不过白波军都自带游击部署 和训练有素能力 加上价钱不贵 中期用来扛扛线 看看人还是可以的 白波骑兵 这是一个中装的枪盾骑 头上同样裹着白布 他们是黄金势力 唯一的冲击骑兵 也是整个游戏 唯二有盾的冲击骑兵之一 另一个就是曹老板的虎抱骑了 因为是冲击骑兵 冲锋和破甲的能力 当然是黄金骑兵中最高的 其他各方面素质也都还可以 倍冲战术必用 而且呢 因为他们带盾 所以面对敌人远程的火力时 不至于死伤太重 喜欢手动操作骑兵流动玩家 可以一直用到游戏最后 步翼军 中装的刀弓兵 同时装备着大长刀与弓箭的混合型兵种 类似于普通势力的青龙军 他们的近战伤害挺高的 和草叉农民战士一样高 不过移动速度比较慢 远程杀伤力也很一般 这种刀弓兵比较主流的用法 就是先射箭勾引对方的骑兵 然后再拔出大刀砍翻他们 然而步翼军却并没有反制骑兵的特性 近战的时候反倒更适合 用来对抗敌方的近战步兵 总之步翼军和其他混合型兵种一样 可远可近 在战术上有很多变化 但如果光论其中一方面的能力 当然不如纯远程或者纯近战的高级兵种 所以定位比较模糊 我个人不太常用到 游侠 重装剑盾兵 中型部队 带着形状很有特色的小盾和宽刃短剑 个人认为是黄金近战步兵中最好用的单位 闪臂 护甲和格挡值都很高 还自带不愧和游击部署能力 能突能藏 永不败退 虽然人数只有普通部队的一半 但他们真的非常非常能扛 每场战斗都死不了太多人 所以操作方面没有太大要求 对着敌人正面上 然后注意一下不要被冲击其被冲就死了 太平铁币军 中装的无盾几兵 小型部队 说是几兵 其实人人拿的都是大圆锤 虽然只有一般部队四分之一的人数 但绝对是怪物级别的存在 近战普通伤害全兵种第一 高达91 破甲伤害也有40多 而且大铁锤是可以箭射攻击的 清兵很有效率 他们本身近战闪避高不说 近战的冲锋能力居然高达177 比有的骑兵都还要高 只要能想办法冲进敌方的人堆里 就是大屠杀 经实战测试 他们只死一半人就能正面砍跑 人数是自己四倍的前天卫军 不得不说是人形绞肉机 喜欢用的玩家建议带一两队 乘乱冲进胶着状态的人堆里去无双 可惜他们不带抗疲劳能力 多冲两次后速度和杀伤力就会有所削弱 大家要注意一下 以上就是人系一世能招的所有特殊兵种 里面有黄金最暴力的疾兵 唯一的冲击骑兵还有最硬的近战兵 所以喜欢刚正面的同学们 一定要好好培养队里的衣饰 带领这些兵种横扫敌人 最后就是地系速将们的全部特殊兵种了 森林军新装弓兵 腰间都装备着单手斧 不需要研究就可以招募 作为一个远程兵种 他们的近战能力还可以 但远程伤害却很一半 不过他们拥有游击部署能力 还能完全无视地形影响 所以机动力是所有远程步兵里最强的 游戏中期挺好用的 可以依靠他们的机动力和远程周旋 只是和不易军有一样的问题 不远不近的定位很模糊 所以我个人用的比较少 脸石队 重装毛兵 举着等人高的大盾 背后都背着白布袋子 他们是黄金势力毫无疑问的最强扛线兵 自带抗疲劳能力 护甲和盾挡能力都很强 盾墙一开真的就是坚肉磐石 即使被游戏更新削弱后 也能很好吸引掉敌方的弹药 可以从中前期一直用到游戏结束 是扛线的不二选择 猎骑兵 轻装弓骑兵 由于是骑兵人数少 和敌方对射时 劣势很大 不过速度是黄金所有骑兵中最快的 还自带游击部署能力 伏击和牵制敌人都比较方便 因为弓骑能全方位360度自由射击 如果一定要带他们作战 可以拿来放风筝 也就是利用机动力边射边跑扰乱敌人 未平均 中装弩兵 明明是远程部队却背着和脸石队一样的等身大盾 这是个从某些方面来说强无敌的远程部队 大家能看到他们自身拥有一定的进战能力 远程方面 虽然弹药量和普通伤害都不如神剑团 但强在带着龟壳大盾 有很强的格挡能力 破甲伤害也特别高 射程还远 和敌人的远程部队对射时优势极大 推荐水素质不错的速将们 都在布局里带上未平均 他们的射程及穿甲能力 导致实战中几乎没有敌人能活着冲到他们面前 而且在弹药打光后 他们也能直接冲上去进战 个人认为手动操作起来比神剑团还好用 碳帝军 重装挤兵 不带盾 数据都很高 自带抗疲劳能力 用法也和所有重型挤兵一样 可做正面扛线的主力 然而因为没有盾 虽然对远程的防御能力 还是不如地系第一扛线兵脸石队 最后是贤贵军 重装的抚盾起 人和马都装备着酷炫的盾牌和重型护甲 他们是微型部队 人数比小型部队还要少 满边也只有40来个人 这的确是黄金的顶级骑兵 高破甲 高攻速 免疫惊吓 自身皮还非常硬 很难死 最重要的是免疫疲劳 直接就无视了重骑兵体力消耗过快的问题 实战中真的是非常强 可惜兵种本身要求6级以上将领才能招 加上速将需要带的强力兵种太多 所以导致应用率不够广泛 但我个人还是非常推荐 有条件的玩家带上两队 因为冲砍对方的远程部队实在是好用 到这里大家能看出地系的特有兵种 更偏重于防御能力 而黄金势力的所有兵种介绍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内容有帮助 不要忘了收藏一下 节目每期的文字整合版都可以进交流群下载 有需要的玩家欢迎加入 也不要忘了参加群内的抽奖活动哦 下期节目会进入详解全地图据典及历史的地理篇 感兴趣的话请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